各位蘋果新聞網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柔 那我今天請來達人 大家好我是九一台北的安森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請安森過來呢 就是我們既然要介紹 最保值的高級休旅車 那在我心目中呢 第一個首選 一定就是我們身邊這一台 G-Class 是嗎 是 它其實在台灣市場 G-Class一直有別於其他市場 它是異常保值的一個車款 有人堪稱它叫車堂活化石 這個G-Class在新車的時候 它的入手的門檻其實算蠻高的 因為像G-500它的入手門檻大概是接近六百萬六百多萬 那新車人家買不下去 那到現在這個二手車 像我身邊這一台啊 它其實是05年的G-500 那它其實入手價已經剩百來萬不用兩百萬 為什麼它會這麼保值 其實我們認為說 一個車它會保值 就是因為它 背後的一個需求量在 只要有人對這個車有需求 那它價格就不會 那麼快的往下調降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要跟一般人介紹的話呢 是什麼樣的年份 目前是最值得入手 而且它的大概行情在哪裡 是其實現在像如果是比較 比較新一點的款式G-500 大概2012年以後的話 它的內裝整個有更新過 不過現在入手價都還是蠻高 大概還要300多400多萬 對那像旁邊這一部是2005年的 它整個引擎的部分是5000CC的 變速箱是武術的變速箱 當時候05年的限制價是500多萬 現在已經不用150萬 對所以這個CP值會最高 其實G-Class它從一開始設計 它就是針對一個越野 或是多種崎嶇地形的方式下去設計的 所以它的底盤 它其實設計得非常的堅固 尤其它是有一個T形的一個骨架 是可以用來符合各種崎嶇或是泥泥的地方 它的避震器部分是沒有什麼通病 不會漏油或什麼的 對其實這不用擔心太多 那另外輪胎的選項其實有分高速胎 以及越野胎 越野胎就會比較顆粒狀 長得像我們俗稱叫巧克力胎 就是會一塊塊長得像巧克力這樣 那那個就是比較適合越野做使用 那開在一般頻度會比較不舒服 對那像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使用的高速胎 比較適合做市區高速公路來開 那其實G-Class它的引擎部分 是不太需要擔心太多 因為它從1979年開始設計生產 就是以著一個軍用規格的一個模式下去打造的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耐用的一個引擎 那其實一般車來說不只是G-Class 一般車來說 久了也是會有一些膠條老化會剩油的一個部分 這個車只要注意說有沒有剩油 其實簡單的做修復是OK的 其實G-Class它的內裝 其實這個部分都是真皮的部分 那最要注意的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環保器的部分 它就只有這個通病而已 其他都沒什麼通病 那其實購買中古車一個最大的要點是 你要注意它內裝我們使用的痕跡 它我們所謂的氣氛 車內的氣氛跟它的里程數是否有符合 那如果你覺得說用的很糟了 可是里程數可能就幾萬公里 你覺得很少了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說 它的里程數是否有變動過或是怎麼樣 要注意一下 那回到我們今天找的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據我了解保時捷的MACON 尤其是2.0 是目前非常非常保持的這個等級的車 為什麼 其實我們認為MACON為什麼它會保時那麼流行 是因為它的入手門檻其實不算太高 那現在有一些可能小家庭啊 一些高階主管 它會追求一個得志的品牌 對一個保時捷的一個秀與車 那一開始凱研出來的時候也很熱門 那後來有的人覺得說 凱研好像太大台了 MACON推出還蠻剛好蠻適用的 所以MACON變成現在當下一個 蠻主流的SUV車款 那特別是2.04缸的好像特別保持 是不是其實這樣動力就夠了 其實我們常常跟客人在聊啦 他們說其實台灣也沒什麼道路 可以讓你去開多快還是怎麼樣 但是有時候是追求一個性能 那其實保時捷它本身造車的工藝就已經很棒了 所以你要追求的一定可以滿足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MACON它的最適合入手的年份 或者行情大概在哪裡 其實現在MACON2014年的話 2000CC大概200多萬是買得到的 對那其實它 你會發現說凱研好像都已經降到100多 可是它還卡在200多 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它為什麼那麼保值 就是因為它需求量很大 2000CC是最親民的 而且也省稅金 動力也夠 其實我覺得就是只有一個要點啦 現在網路上資訊很發達 賣車的廠商賣車車商非常的充斥 那有一些可能它是沒有實體店面 也是只有網路行銷店面 那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還是要找有實體店面 有信譽的一個車商來做選購 會對消費者比較有一個保障 那因為其實像我們自己在坐車 我們做服務的方面也做得很俗 比如說我有客人跟我買車了 那它可能一到五要開會 或是說上班比較忙 它車子要做保養或是維修 它沒有時間去 可是六日可能廠商又休息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提供給我們客戶 一個選擇說說 您可以把車放到我們公司來 你就安心去做您的事 我們會把您的該做的服務一條龍 做好之後再跟您說 這個車子已經幫您處理好了 那什麼時候可以來簽回 這樣子 對 其實對消費者一個很大的保障 就是要找實體店面 該坐在這邊 請坐在這兒 T也請坐在身上 坐在身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